汪汪依 郭文貴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學期最後一場加入科学廣場 我們今天這場加入科學廣場的講師是李旺教授 李老師 那我今天早上介紹一下 我今天不會認識我 我是中央大學文理系朱慶奇 是這個加工技術廠的計畫的本職人 然後我們來回來介紹一下李教授 教授是我們今天正式的介紹 是火力成功大學 他的這個單位名字非常長 叫做奈米科技技維系統工程研究所的教授 非常長的一篩根子 然後據李教授剛剛跟我說 這個所今年8月就不會消失 明年8月 明年8月好 所以你們預知了一些事情 那我第一次見到李教授 就儲心機率在想要怎麼樣 把他挖到這邊來幫我們辦一場活動 因為李教授非常忙 他現在同時除了是這個所的教授以外 他同時還是難過 我們到陳大臺臺臺地區 就是非常知名的一所大學 然後他們在南部地區是 南部地區的地區教育資源中心的主辦學校 非常忙 那這個中心的主任就是我們李教授 但他公務非常繁忙 我剛才聽說他可以從早上開會 開到下午 就是同一個會 早上9點到下午4點 所以是非常辛苦 所以很榮幸我們在最後這一場活動裡頭 可以邀到李教授來講 今天這個主題 今天的主題叫做學壁虎爬爬爬照 請大家念爬爬爬照 那這個恍生學喔 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參考我們李教授的著作在這邊 就是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常常說一句話叫做千金難買早知道對不對 那今天呢你不需要花千金 你可以把一大堆早知道 什麼呢 你所不知道早知道 第一個恍生學 你所不知道的早知道 學蜘蛛爬爬照 所以非常吸引人的一些這個內容 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李旺隆教授 他請他為我們主持今天的活動 謝謝朱老師的介紹 其實這樣在這邊很很緊張 我想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要講講這個之前 我希望大家先玩個遊戲 所以可能我再想請助理們 先幫忙把給大家一個氣球的組件 所以怎麼樣大家還要花個力氣吹個氣球 我跟大家問一下 練小學的同學在學校都要掃地 那掃地掃完了幹什麼 掃地掃完了幹什麼 掃地掃完了還有時間要幹什麼 我們以前小時候掃完地都會玩 那我們在玩的時候 掃地用什麼工具 掃把 你掃把有沒有拿來玩過 怎麼玩 對打 還有呢 有沒有人把掃把立起來過 有 有喔 可以立起來喔 可不可以 那等一下這個 小朋友要借我一下 因為現在還在發資料 小朋友你來一下 你來幫忙一下 你能不能把這一支跟掃把一樣立起來 不行不行 要用手這樣看能不能立起來 大家可以試一下 慢慢來 其實這是不好 這是非常不好立起來的 如果你立得起來也是非常厲害的 好 謝謝 我們 我們現在還有紙黏土 每個桌上會有紙黏土 那我在想說這個東西很難立對不對 那桌上會有紙黏土給大家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紙黏土可以幫你什麼忙 比如說我們第一個動作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就要立起來 是不是 可是這樣技術 這樣技術不高隱對不對 再看看 你還有 除了這樣子之外 你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它立起來的 好 大家試看看好不好 你可以把紙黏土 紙黏土拆開 然後 然後看看紙黏土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看一下 我剛剛說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立起來 這樣技術不高隱對不對 端午節剛過 大家有沒有遇過雞蛋 有 那你可不可以這樣子立 你看看 你看這樣子就變得好立了 試看看 剛二小朋友再來一下 你再來幫忙一下 來 你看看 你應該可以的 來 你看看 對對對 好 因為我這個用太重了 謝謝 你看一下 就是 其實 為什麼這樣子可以 試看看 這樣子是可以的 可是 把這個拿掉以後 變得不好做 好 大家可以試看看 好 大家可以試我跟妳講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不好 有沒有人 會騎腳踏車 有 有 好 會不會放雙手 會嗎 很危險的 對不對 放雙手很危險 可是 真的放雙手 很危險 可是你知道嗎 腳踏車如果你慢慢騎 放雙手是很難的 很容易就倒了對不對 可是你騎的速度夠快的時候 它其實會怎麼樣 很容易放雙手 因為你覺得它很容易平衡對不對 那其實 各位想一下 轉動的夠快的時候 你想想看 我們坐在車子上 如果緊急煞車 人會不會往前衝 會 然後這個叫慣性 那轉動的東西也有它的慣性 如果說今天 溜冰 全手太溜冰的時候 是不是 各位可以看到他在轉 然後他轉的時候 兩隻手抱在一起的時候 會轉得怎麼樣 越轉越快對不對 所以轉動這件事情 它是有一定的 物理定律在裡面 可是 其實我不能想 不要想公事 會大家比較容易接受 所以 轉動這個東西 各位看一下 我在這邊 這個要倒下來 其實它就是一個轉動 這個轉動 可是 這個質量集中在這邊 所以 對這個支點來講 這個轉動 是比較難轉動的 但是這樣子倒 如果說只有 對 可以遠一點 那這個倒下來的時候 這邊質量是很小的 它的轉動的慣性是不大的 所以 當我們的手 我們的手 我們的手 你的手最精細可以控制到什麼程度 你的手的移動 其實是 你沒辦法很精細對不對 所以它倒下來的時候 如果是這一支倒下來 你感覺它是倒得很快 你會來不及控制它 可是它 這個很大的質量在這裡 它倒下來的速度感覺上是變慢了 所以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控制 這個並沒有關係 這是一開始 讓大家感受一下 這個就是說 這個動作是什麼 我們的眼睛在看 對不對 我們的眼睛是一個感測器 去抓資訊 然後呢 把這個訊息傳遞到我的大腦 所以我的大腦是做什麼事情 我的大腦去決定說 我的手應該要怎麼去擺動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手就是一個 我們在專有運指上 叫自動器 你可以想 我現在講一個觀念 就是自動控制 那家裡 家裡有個東西 你每天在用的都在做控制 所以今天回家 把馬桶上面那個 蓋子打開對不對 原來是有個扶球 沖完水之後 扶球會怎麼樣 扶球沉下去 對不對 水會一直流 然後等到滿了 是不是扶球上來卡住了 對不對 所以 剛剛兩個名詞 一個是什麼 我在看 這是一個感測器 對不對 然後我的大腦其實是一個處理器 跟電腦的那個CPU有點像 對不對 我要決定 我的手要怎麼活動 去控制它 然後呢 我這個活動的這個手 其實是受我的大腦的控制 對不對 它算是一個自動器 所以 講完了 其實我在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裡面內容很多 所以 中間會有一段都不是給大家操作的 我們最後在操作 所以 氣球我們最後在做 我希望說 我們都可以推 你其實不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當你只有一個氣球 你把氣球放上去之後 你也會發現你是非常容易的把氣球立起來 那是因為氣球很大 那倒下的時候有阻力 所以你很容易控制它 這是OK的 但是你看 就只有這一支你就不行 對不對 所以回家有雨傘 對不對 你雨傘可以拿它 如果雨傘折疊是比較短的雨傘 你這樣不好立 但是你把雨傘拉長的時候 你就可以立起來 好不好 回去都可以試一下 那這個東西 跟非常多的日常生活 我剛剛講騎腳踏車 你看騎獨輪車 有沒有 它的質量是集中在上面 對不對 也是集中在這一邊 所以這些是一個簡單的 很簡單的力學原理 但是因為我們平常都是講牛頓力學 所以F等於MA這不能講 那就是說我們常常講的是力學的原理 所以我們都講直線的運動 但是這是一個轉動的 好 那我們要正式進入我們的這個內容 好不好 同學有沒有看過B5 有 B5會不會叫 B5會不會叫 會 家裡有沒有聽過B5叫 沒有 是不是說走水溪以蘭的B5會叫 以北的B5不會叫 這邊的B5會不會叫 會 會 還是有聽到 所以 因為你看交通的關係 這個很重要 你看德國那邊是不是有食物 大腸膽菌的問題 所以現在交通 其實可以很快的把很多的疾病 很容易的傳過來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是 就是絕壁有啪啪走 那啪啪走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們要講的是跟生物學習 所以一開始 第一個看到的是什麼 啄木鳥 啄木鳥 啄木鳥可以做什麼事 啄木鳥 啄木鳥 啄樹 啄樹 還有咧 啄樹 它是不是樹醫生 對 可是你想想看 啄木鳥去鑽樹洞 它會不會腦震盪 啄木鳥 所以你要去想 你可能要去想看看 啄木鳥的頭 它整個的結構是長怎樣 但是啄木鳥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想想看啄木鳥在挖樹洞的時候 啄木鳥它本身 因為這個震動 你想想看我們能不能做一個電動鐵錘 那就要講一個故事 你知道嗎 在大學裡面 大學裡面 這個是在英國發生的一個故事 有一個學生 英國有一所大學 叫巴斯大學 巴斯大學 巴斯大學有一個教授 他有一天跟我說 他覺得大學部的學生很煩 因為學生都去找老師做專題 可是老師都要做研究 然後覺得那個學生很煩 然後學生就說 老師要跟你做專題 那教授就說 好吧 你去做啄木鳥 我想做電動鐵錘 老師就這麼講了 可是這同學就去找 他就找不到啄木鳥 一個禮拜後就來跟教授說 我找不到啄木鳥 那教授怎麼辦 教授就很得意說 再去找一個禮拜 找不到就不要做了 就不要來煩我 教授的 他的詭計是這樣子 可是那同學 在他附近是很難找到啄木鳥 可是那個同學找到了 為什麼 他在YouTube上找到了 知道嗎 在他YouTube上找到之後 因為有人會把這個影片放上去 所以他就一直重複的播放 他去看看啄木鳥的嘴巴 有沒有 他的會尖尖的地方 在不同的位置 隨著時間的飛彎 他就把整個去找出來 他就找出這整個 他就整隻啄木鳥的運動 然後他就設計了電動鐵錘 然後我第二張圖講的是白蚁窩 你看我們現在都要講節能減碳 對不對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白蚁窩這樣大概有兩公尺 它可以維持裡面大概是37度的恆溫 它不需要空調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裡面需要空調 可是白蚁窩其實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出口 那這種出口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高一點的開口 跟低一點的開口有什麼差別 比較粗跟細 粗跟細 然後高一點的地方會怎麼樣 你想想看 比較接近地面的話 風的速度是比較低 那比較接近高一點的地方 比較高一點的地方風會比較高 就是風速會大一點 那我可以講白蚁窩病例嗎 風速大一點的時候其實壓力是比較小的 所以你看這邊的壓力會比較小 然後低一點的地方它的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空氣就會這樣子循環 知道嗎 它就會讓裡面 所以這些開口的位置就會影響到 讓它裡面恆溫 所以有一個國家是非常貧窮的國家 叫星巴威 他們好像20萬元的星巴威必要 只能買一顆蘋果 所以他們其實蓋了一個這種building很不錯 它就是跟生物學習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是什麼 顯微鏡的照片對不對 我們要跟生物學習 我們要先了解 我們需要一些工具 那其中的工具就是顯微鏡 猜看看不像蒼蠅嗎 這是什麼 親戚 豆娘對不對 對 那你再看下一張 這一張是誰 還有咧 還有咧還有咧還有沒有 這是劈頭式對不對 甲蟲 這是甲蟲 所以你看我們每天看到這些生物 其實你在審微鏡上看到它是非常非常的精細 然後比如說我這個研究所叫奈米研究所對不對 可是我們沒能力做出這麼偉大的東西 可是我們每天看到這些昆蟲是非常的多 對不對 你看昆蟲跟人類最大的不一樣是 你幾個兄弟姊妹還是只有你一個 有沒有哥哥姊姊弟弟妹妹 有 有 我們現在每個家庭裡面可能人數都很少 可是你知道昆蟲它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每次一產出出非常的多 對不對 現在非常的大 那下面這裡是誰 這個是誰一定猜得到 中間這個 蛤 這是誰 蚊子 對不對 在吸血 蚊子吸血的時候會不會痛 不會 對 打針會不會痛 會 所以那是不一樣的 打針是打針刺進去 蚊子是一切割 但是它還有給你注了一點點麻醉 麻醉針 那你看蚊子的右邊是誰 這是什麼 這是蚊子的複眼 每一個昆蟲都有這個 都有這個東西 可是複眼要幹什麼用 可是複眼 你如果戴一個眼睛下複眼的話 你看出來會有非常多的影像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知道嗎 昆蟲靠這個複眼 比如說在晚上的時候只要 它可以累積很多的小亮光 所以是晚上雖然很暗 可是當有疑人來的時候 它可以感測到 它有感 但是它不用看得很清楚 它知道它什麼時候要跑掉 來 這個右邊這個是什麼 蚊子 你是不是有 這應該是蜂姓子的種子 是不是 各位有聞過竹蜻蜓 是蜂蜓 蜂蜓 蜂蜓 我們的種子這樣掉下來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 它是慢慢的降落 如果 最近應該找得到桃花心目 各位可以把桃花心目的那個種子射出去 讓它慢慢的轉下來 有沒有 那你可以去看 它整個的配重是不一樣 那這個東西很像我們現在做的什麼 降落傘 對不對 降落傘 然後中間這一個是誰 蜂廟 哪一種設計跟蜂鳥學的 你看蜂鳥最厲害的是在一個定點盤旋 對不對 它是八字型的去拍 拍它的翅膀 對不對 定點喔 直升機 有沒有 直升機 所以我們那個 美國直升機協會它的LOGO就是一隻蜂鳥 因為它希望它的設計可以跟蜂鳥一樣 然後蜜蜂大家很熟悉 對不對 蜜蜂 那蜜蜂可以用最少的質量去建造出最堅固的它的什麼 蜂巢 蜂 蜂對不對 所以我們你看我們的飛機 為了減輕重量 就會有一些蜂窩性的組織 有沒有 但是不是我們現在蜂窩性組織也 那再看中間這一張 下來中間這一張 這是什麼 蝴蝶 你看我的衣服是什麼顏色 藍色 我這是染料 知道嗎 可是這一隻蝴蝶它不是染色的 知不知道 你如果在顯微鏡下看的時候會很漂亮 然後這一個是什麼 這個很漂亮 這是蜘蛛的捕濕器 你這樣看到這一卷是蜘蛛的一條濕 這是顯微鏡下面看到的 所以這是很迷人的地方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一個樹印對不對 你看我們站在樹底下 可是樹為什麼有樹印 為什麼樹葉都不固定的方向去長就好 因為樹葉要長高 要長大 它要怎麼樣 它要找陽光對不對 所以生物只有一個本能 是什麼 要求生存 知道嗎 然後要找到好吃的去吃它 對不對 然後不要被別人吃掉 這是 吃別人吃 對 不要被別人當成別人的食物 所以這邊其實有一個東西 都寫英文不好看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聽過弗蘭克林 你看這裡面是講說 打了多少次的雷 那弗蘭克林 終於得到了這個暗示 然後掉了多少蘋果 牛頓得到這個暗示 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面講就是說 自然每天都在給你暗示 小朋友每天上學的途中 都看看你周圍的任何一草一木 還有不小心飛進你家 像現在最多的是什麼 是蠶對不對 最近那個夏天到了 那個蠶叫得很大聲 小朋友可以今天要回家之前 去中央大學的校園裡面找一下 找看看有沒有還沒有脫殼的蠶 然後抓回家 放在那個紗窗上面 然後你看那個蠶怎麼跑出來的 那個很漂亮 然後它的翅膀剛出來的時候 是捲起來的 你看看為什麼捲成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打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看過 這個 魔鬼渣 魔鬼渣 對不對 這個東西怎麼花瓶的 知道嗎 有一個瑞士的電機工程師 他每次都會把他家的狗狗 帶出去草魚上玩 可是他每次不會來 身上都沾了一堆什麼 鬼燈草的種子 對不對 他覺得很煩 可是很煩的事情 有可能變成很有用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我這裡有個顯微鏡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仔細的看一下 這兩邊是不一樣的 來我們開始考試了 小朋友 小朋友以後長大 可能不會練中央大學 可能要到成功大學去練 那怎麼辦 要租房子 對不對 那黃東就說 不可以貼 貼那個 貼什麼東西 牆壁不可以給我貼東西 可是小朋友可能要 你要有個掛破 你想把衣服掛著 對不對 那你怎麼辦 你要靠誰去幫助 對不對 水利安嗎 水利安嗎 他叫他壁武 對不對 是不是 這開玩笑的 但是水利安有這個功能 對不對 所以你想想看 壁武有什麼能力 對對對 大家都有看巧蓮子 對不對 我兒子也看巧蓮子 我都跟他一起看 然後有一天 巧蓮子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壁武為什麼可以在天花板趴他走 1 C盤 2 勾勾 答案是哪一個 C盤 這個答案是錯誤的 知道嗎 這答案是錯的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 你現在 有沒有用過C盤 C盤 壓下去之後 對啊 所以你要去抓壁武 壁武會說等一下 因為他把C盤都拔掉 再跑給你追 對不對 所以絕對不是C盤 那壁武可以貼得很厲害 貼得很緊 但是又可以逃得很快 對不對 你要去想說問題出在哪裡 連腹跟連左 所以剛剛大家第一件事情想到3M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看有可能這些都是可能的 誰會 你看看什麼生物走過去會留下綿力 壁武走過去有沒有留下痕跡 沒有 蝸蝸 蝸蝸 還有咧 妙殼的蝸蝸是什麼 蝸蝸 蝸蝸 對不對都會留下棉翼 那其實還有咧 C盤 剛剛講C盤對不對 我們已經排除了 有沒有可能是靠靜電 各位對靜電了不了解 你可以把那個死 在布上摩擦 你可能可以把你的頭髮吸起來 可是呢 你是不是可以想辦法把靜電去除掉 你接到老體 那可能 壁虎呢 我們可以來做實驗 我們可以把它跟金屬 或者是接壁 然後呢 讓它怎麼樣 沒有靜電 可是它還是會爬 或者這個牆壁根本 就是金屬的牆壁 它還是會爬 那摩擦力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要去把壁虎找來做實驗 可不可以 你可以抓 有沒有趕快抓壁虎 有 有 軟軟的 那 你可以來做一下實驗 然後壁虎有沒有勾勾 有 如果我問大家 如果有勾勾 像你抓到那個 你看到蟑螂 不要去抓它 蟑螂的腳 是不是有勾勾 對 可是如果說這個 平面是很平滑的時候 勾勾是沒地方勾的 它能不能躺 不能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排除了好多 對不對 那可能的情形是誰 毛細粒可能 還有一個名詞很難聽 對不對 這個沒聽過的粒 但是答案是這一個 毛細粒也是有 你想想看什麼是毛細粒 等一下 大家可以再 等一下要花一個杯子給大家 然後你可以滴一滴水在桌面上 然後你要拔一根頭髮 那頭髮靠近這裡的時候 你會發現頭髮是被吸住的 這個就是毛細粒 那這個力量有多大 這個力量非常小 這個力量其實夠大 不是非常小 這個才小 環兜化粒才小 我們要講環兜化粒 毛細粒非常的小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家裡面的硬碟 電腦裡面的硬碟有沒有 如果有一天他轉不動的時候 竟然是因為一滴滴的水氣在裡面 把毒血頭拉住了 你相不相信 他是有可能的 所以毛細粒對小的東西 各位看過小乙雄兵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小乙雄兵 那個螞蟻工人 帶著螞蟻公主站在空曠的地方 討論的時候上面的岩石 是不是掉下一滴一滴的什麼 露水對不對 那一滴水是不是可以把螞蟻困住了 有沒有 這非常嚴重 但是我在你身上倒了一桶水下去 你可不可以跑它 可以 可以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麼大的人 跟那麼小的生物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在幾樓 一樓 這裡是二樓 如果我把一隻螞蟻打昏了 打昏了 或者不用打昏 就從二樓這樣放下去 螞蟻會不會摔死 不會 可是人就絕對手跟腳都斷了 對不對 為什麼差那麼多 空氣的阻力對不對 所以說不同的大小 它對很多的力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來 我們來講環德瓦的力 環德瓦的力是個非常非常小的力 我們兩個中間有吸引力知道嗎 牛頓說的對不對 萬有引力 可是你有沒有感覺 沒有 因為那個意思在太小 小到可以忽略 可是你知道嗎 壁虎 這些圖剛剛講過了 我們就把它換過去 壁虎它本身 最特別是壁虎的腳 有沒有看到它的腳 今天回家好好看一下 你看 我在讀書的時候 前面是玻璃窗 然後壁虎再走就看到它的腳 腳底就長這樣子 對不對 你看它一半一半的 有沒有 那我再把它寫回聽再晃大一點 那個一半一半的 其實就是在這裡 對不對 那我再晃大一點 我們再更近的看它 這個一點點的地方 你看這個很像我們吃的花椰菜對不對 非常細 所以你知道嗎 壁虎的石 它的四隻腳 它的四隻腳有多少根毛 大概有1000萬根毛 所以一個很小 那個繁多化力是分子間的作用力 是非常小 它跟牆壁碰在一起的時候 非常小的力 可是當你乘以1000萬的時候 每 這 如果一隻壁虎 四隻腳 全部的毛都用上的時候 它可以撐 差不多133公斤重 所以你如果要當小偷 今天要幹什麼 要爬牆壁對不對 我是不是要去抓 抓兩隻壁虎就可以了嗎 可不可以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你看那個壁虎 壁虎如果每一根毛都用上來 可是壁虎的四隻腳 我這樣它其實會斷掉對不對 壁虎的腳承受不了那麼大的力量 所以在研究壁虎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一些問題 什麼叫清水、疏水啊 這個很難 我們先不要講 但是等一下 我們會有一個簡單的實驗給大家試一下 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也是一張一張拍出來的 我把我這邊忍了一些故事 我把它跳過去 但是這邊各位看一下 剛才講的133公斤重 所以壁虎 你先看壁虎可以幫你做什麼事 蛤 這個 蜘蛛人 對不對 蜘蛛人是不是可以飛簷走壁 那我們來想一下 自然界的設計都是演化來的 所以這個演化其實是經過幾千萬年演化下來 所以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我們人類在這個有生物到現在為止 我們人類是占非常短的一段時間 可是我們用掉非常多的資源 但是生物其實它是慢慢的演化 而且是很笨的去演化 很笨的演化 你不要以為生物很聰明 它是笨笨的 它是慢慢有突變 然後它變成現在這樣子 所以它的很多設計都很精簡 只有一個目標讓它可以生存 所以你看長頸路脖子是不是很長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壁虎 為什麼需要壁虎一隻壁虎有多重 不會大概幾十公克吧 十幾公克對不對 可是壁虎為什麼要用到133公斤重 第一個壁虎在走路的時候 它沒有每根矛都用上 對不對 然後壁虎常常要詭畢人家的追擊 比如說我想吃壁虎對不對 小鳥飛過來吃它 會有誰想吃壁虎 那壁虎它就用掉下來的方式 那掉下來的時候它是不是要停止 所以它可能是一隻手 它一隻腳要去怎麼樣 抓住某個樹幹、樹枝 所以它要靠這個時候 它要緊緊的抓住 所以它的設計是讓它可以這樣子做 那其實就開始有人去說 那壁虎如果可以緊緊的貼在牆壁上 它怎麼脫身 對不對 你應該要想這個問題了 壁虎 剛剛講說吸盤很難弄開對不對 那壁虎要怎麼辦 所以就開始有一些實驗 那這些實驗呢 它就開始想辦法 然後要把壁虎的一些鋼毛 那個叫鋼毛 鋼體的金鋼的鋼對不對 那個鋼毛要把它切下來 切下來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學問了 要再顯著一些鏡下去做 然後它開始去把它嘗試說 多大的角度可以脫離 然後他們做出一個時間 大概是接近15度 也就是說壁虎的腳只要稍微偏個角度 它就可以很輕易的脫離 它這個毛跟那個表面 所以壁虎就可以很容易的逃跑 所以想看看 壁虎可以幫妳什麼忙 妳能不能像壁虎一樣在上面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我們可以想看看 我們想看看壁虎可以做什麼事情 好 我們可能要找一個黏黏的東西 讓我們停在上面對不對 什麼東西可以幫忙 蛤 再想看看還有誰 可不可以這樣子 這當然是不好的示範 就是說我們說 可是這個壁虎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第五會動這個不會動 這差別在這 那大家再看一下 當然是鏡子 這是不算的 這個有一點力學的概念 這邊我稍微把它脫離好不好 但是大家去注意就是說 他要去第一階層他要黏附 黏附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各位剛剛一開始想到3EM對不對 大家都過3EM很多產品 好 你有那種什麼 你有隨意貼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人造的B5貼布 B5貼布做出來 那就很棒對不對 我們國內非常多的單位都有在做 那像中央研究院他們有一個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那他們也在做這個東西 那但是我們做出來的其實是很書的 這個尺度還是很大 所以B5呢B5他本身怎麼樣 會需要我們可以做出這麼間隙很大的 所以就是你看 這人造的B5貼布在這裡 所以他就可以 這個蜘蛛人娃娃就可以貼在上面了對不對 那有一次我們在實驗室 在一個老師的實驗室看到這個 我們就很高興說 你看到他第一個動作想做什麼 拿下來看看B5貼布長怎樣 他說不可以拿 不可以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如果把它拿下來的時候 就會斷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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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根 所以你可能拿了幾次 它的使用率就 它就不黏了 知道嗎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很多的機會 現在做不出來就有很多的機會 知道嗎 你們未來就有很多機會 還有呢 我們在浴室裡面走路的時候 都容易怎麼樣 滑塔對不對 所以B5貼布如果可以跟魔鬼單做的一樣 那是不是很棒 對不對 你看 以後可以做B5貼布來賣 那不可以賣給小偷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B5貼布這個叫很黏 但是又很乾淨對不對 它走過不留下痕跡 這是B5 所以我們B5講完了 那我們今天其實要講的一個東西 就是跟生物學習 所以我們跟你講說生物有哪些特異功能 對不對 這些特異功能其實大家常常都看得到 大家常常看得到 所以還有誰 還有誰有這種功能力 誰 你還看到誰在牆壁上爬的 蟑螂 可是蟑螂 在很光滑的牆壁能不能 有沒有帶一片花感 螞蟻 還有誰 螞蟻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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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裡好多個 你們剛剛講的都有 但是 你看 有一個先生他畫了這張圖 那這張圖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找了四種生物 一個是壁虎 壁虎是最重的 然後再來是蜘蛛 再來是誰 蟑螂 再來是蟑螂 然後他就把他的腳 在顯微鏡下看一下 那看一下說發現 壁虎最重 但是他的腳是分擦的最厲害 知道嗎 他的毛是最細的 當地面積 就是說他的密度 他每一根細毛都分擦得非常細 但是甲蟲他太輕了 他根本不需要分擦 知道嗎 所以他就畫了這麼一張圖 這一張圖的 就是說 最右邊其實是蜘蛛 有沒有 然後在最左邊 最下面是蒼蠅 有沒有 那這邊其實是在講說 他演化裡面可以讓你知道 這個分擦是他的需求 小朋友再來回家 你一定有機會抓到一些小蟲 比如說是炸蟲 有沒有 你抓到炸蟲的時候 你要想 像這隻腳是什麼 這是 蟋蟀的腳 那蟋蟀的腳 這是很光滑的地方 可是在顯微鏡下面你看 有勾勾對不對 回家可以做一件事 家裡如果有魚缸 或者有不要的魚缸對不對 你可以在裡面擺設一些不同的障礙 然後你關幾隻 你抓到昆蟲進去 你去觀察他是怎麼爬的 他如果 他的腳上面一定有尖尖的 有勾勾的地方 你抓到一隻昆蟲 比如說蝗蟲好了 他有一些地方是有尖尖有勾勾 但是有的地方就很光滑 那你就注意他在玻璃面的時候 他是用光滑面去碰他的 所以光滑的表面呢 其實他可以造成很大的摩擦力 知道嗎 我們以前的概念就是兩個表面 如果很粗糙 會有很大的摩擦力對不對 可是兩個表面如果很光滑的時候 他會緊緊的黏住 都不會動 這個回去可以做一下實驗 用什麼 你可以拿鈣波片跟帶波片 其實你要把它 這樣直直的拉開是很難的 你一定要去推 對不對 你要把空氣弄進去 可是真正最黏的是什麼 我們的硬碟 如果說你有壞掉的硬碟機 你看一下那個毒血頭 電腦裡面這個硬碟機 那個毒血頭 大概是奈米等級的粗糙度 那個硬碟本身 你可以拿來當鏡子照 他也是非常的光滑 所以兩個如果碰在一起 會黏得非常緊 這是很重要的 那左邊這個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左上方這個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就是說我這個壁如貼布 我如果把這個細毛做得很長的時候 其實每一根毛 他彼此會跟彼此還是會互相吸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就是自己跟自己連在一起了 就失去我們原先的本力 就是要做好多細毛 每根細毛都有貢獻 所以蜘蛛人 蜘蛛人是不是生物 對 但是他是其實用蜘蛛絲去做肥炎 飛來飛去對不對 然後他是靠壁如貼布去走來走去 對不對 好 那蜘蛛人呢 我們現在開始不講壁如 我們開始講蜘蛛絲 好不好 那蜘蛛絲可以做什麼用 小朋友都養過蚕寶吧對不對 沒有 沒有 那 有養過的 可能我一個盒子裡面是可以養好幾隻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養過蜘蛛 沒有 沒有啊 其實如果你把養蜘蛛養在一起的時候 他會打架 所以我們會養蚕寶寶來拿 取絲對不對 我們會有很多蚕絲被對不對 可是呢 有沒有人蜘蛛絲做的被子 沒有 蜘蛛絲是很強的 蜘蛛絲的韌性 還有他的延展性是很棒的 所以就有人講說 航空母艦 各位看過他的飛機 要到航空母艦的時候是不是有個難解鎖 因為飛機要剎車對不對 就有人說我可以用蜘蛛絲 蜘蛛絲 比如說這麼粗的金屬 如果這麼同樣重量的蜘蛛絲的話 他的強度可以比我強 知道嗎 同樣重量的蜘蛛絲可以比我強 所以蜘蛛絲是很美妙的哦 那大家在顯迴鏡下面就發現 哇 這個蜘蛛絲是長這樣子 就是說這是一個 好 一隻蜘蛛只有三對吐濕氣 然後這裡面 這個很像是一個模具 這裡面是液體 然後從液體裡面跑出來的時候 就濕狀的 各位我們像我們家裡用的電線有沒有 我們用的電線這種電線是不是很細了 可能是一隻這麼粗的電線 經過一個模子這樣抽出來很細的 那蜘蛛絲就有一點像這樣子的味道 但是它在裡面是液體 在模子裡面是液體這樣抽出來 可是蜘蛛絲有幾種 猜看看 蜘蛛絲有 絲絲有兩種 蜘蛛絲有幾種 有差不多六種 你想想看 你被蜘蛛抓到了 蜘蛛絲要先把你包起來 對不對 所以 第一個要包牠的獵物 然後蜘蛛要包牠的baby呢 包牠的軟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種絲 然後蜘蛛絲還有一種什麼 會黏的 有沒有 它還有不黏的 對不對 所以已經有幾種了 四種了 還有呢 蜘蛛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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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蜘蛛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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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在結王的時候 其實我一定要先固定在旁邊的樹枝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也是 那另外一種絲 你要去抓蜘蛛的時候 對 牠要逃跑的時候 這個絲是最強的 牠要逃跑的這個絲是最強的 所以牠每一種絲 你看牠好厲害 牠可以控制 牠有多少組合 可以產生 然後呢 歷史有記載 就是那個 清朝的時候 那個 他們曾經做了一套蜘蛛絲做的禮服 送給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 真的有這個記載 所以你想怎麼去取這麼多蜘蛛絲 那蜘蛛絲其實是很棒的 所以開始很多人就開始想說 我要大量生產 可是剛剛講過蜘蛛你不能夠養牠 對不對 你不能養牠來取絲 這時候怎麼辦 就有人想到羊的身上 就是說牠要把這個絲蛋白的這些基因 把它轉到羊身上去 然後從羊奶 為什麼是羊奶 你想一下 各位有沒有把 以前我當學生的時候 就沒喝完的豆花就放在廚房 然後五六天以後 沒喝完的豆花變成什麼 沒喝完的豆漿變成什麼 豆花 豆花對不對 就結塊了有沒有 然後他們想的方法就是說 我要把羊奶怎麼樣 經過一些酸的處理 然後讓它結塊 結塊之後我這裡有個模子 就從這邊要抽絲 它希望用抽絲的方式 可以做出蜘蛛絲 所以蜘蛛絲的這個基因跑到羊身上去 所以那時候就馬上成立了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現在就倒了 知道嗎 因為這隻羊很珍貴 這隻羊可能幾十萬的美金 但是它要靠它來生產這個羊奶 拿去做後補 但是再怎麼做都不會像我們人們 就像天然的這麼好 所以後來這家公司就是 通常在創業階段都是這樣 就是錢燒完了可能公司就沒了 來 每個人可能要有一張紙 要有一張紙 等一下可能應該會花給大家 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我會希望大家有空折一下紙 看我們後面的時間 那這個折紙做什麼用 就是說各位去國外旅行 或者高雄捷運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地圖不是跟這個一模一樣 但是它可以很輕易的折 可是折紙跟生物有什麼關係 折紙好像感覺沒什麼學問 可是等一下大家折的這個 跟衛星是有關係的 日本他們當初要把人造衛星打上去的時候 他們希望說打上去要去展開 衛星在天空上它要運作的話 它需要能量 這個能量就需要太陽能板 所以需要把這個太陽能板去展開 對不對 那結果呢 日本的一個太空科學家 叫三浦公亮 他就做了這個事情 他就把這個展開 他就希望說 可以在天上可以輕輕的一搭就開 一推 像雨傘一樣對不對 我可以輕輕的一搭一推這樣就可以 你看像我們一般拿的地圖 可能我們要一直打開對不對 要回去要慢慢折回去 所以說如果是這樣子是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等一下 大概現在拿到以後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好不好 這個東西叫三浦折 這個折我應該打錯 應該是折子的折 折點 這個折應該是這個折點的折 那大家拿到這一張紙之後呢 要不要折一下 折一下看看好不好 你先這樣子直直的去折一下 把它折成像逆字形的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直線對不對 你現在拿到這張紙有看到什麼色的 紅色 還有這個有一點是 藍色 藍色、綠色 藍色 所以有兩種顏色對不對 你現在要直直的去把它折出這個 這樣子折起來好不好 先這樣子折 這樣折起來之後 其實我們只是要把痕跡折出來 你把每個線之間的痕跡折起來就可以 這是第一個動作 然後第二個動作 大家看一下這裡是不是有線 你有一邊看到線對不對 你沿著這個線把它折出來好不好 折 然後就像剛剛一樣 你就要這樣立字形的去折 折 像這樣子折 沿著那個線 所以先把直直的這個折起來 然後再 你看這個線是不是有歪歪的對不對 所以你就沿著這個歪歪的把它折起來 有沒有有沒有折好 你再來這個直直在折的時候 它其實是斜斜的 它其實斜了一個差不多幾度 大概6度左右的角度 不只6度了 我刷個大一點 好了嗎 如果你沿著這個斜斜的線 你折起來應該是很不平整的 就像我現在這樣 折起來像我這樣歪歪的對不對 那你把它拉開 你再全部拉開 拉開之後 就是你現在上面是不是看到 你現在每一條線都有一個折痕了對不對 都有折痕了 可是你要做一個動作 你要把 讓綠色的 凸起來 好不好 綠色的線你要把它折 折成是這樣子凸起來的 如果是紅色的線 要把它折凹 你把每一條線都先把它捏一捏好不好 好 先捏一碗你就可以 藍色的線讓它變成是山峰對不對 然後紅色的線變成是凹凹的山腹 所以每一條線都要花一點力氣捏一下 好 你想 你就是怎樣 用指甲把這個該凸起來的地方 仔細的 點它一個痕跡 然後該凹下去的也是一樣 紅色就讓它凹下去 綠色讓它立起來 來 你在折的時候 順便回想一下 有沒有看過金龜子 金龜子有沒有看過 金龜子怎麼飛的 或者有沒有看過甲蟲 甲蟲是怎麼飛的 蝴蝶飛 那甲蟲呢 它是把外面的硬殼打開 然後用裡面的翅膀飛 有沒有 對不對 所以 你先想看 它可以很快的把翅膀張開去飛 但是它下來又沒有很快的把翅膀收回來 有沒有 那是不是跟這個有關 它可以 它可以很輕易的 做這個事情 所以 你看這個我們平常在折的 在做折子這件事情 看起來沒什麼學問 對不對 可是它可以有很好的應用 好 那我進去講 大家可以邊做邊聽 那像昆蟲的翅膀其實很重要 各位有沒有做過青瓶 有喔 蜻蜓的翅膀有沒有看過 上面是有一個黑黑的字 在翅膀的前緣 有沒有 那如果 你下次做到蜻蜓的時候 你用指甲刀做個小時間 你把那個字剪掉的話 蜻蜓會不會飛 會還是會飛 可能它飛得很不穩 知道嗎 其實那是一個很重要的 它是控制 它飛行的一個配重 所以 其實翅膀 昆蟲的翅膀 非常的重要 那 這邊就看得到這個字 對不對 蜻蜓的 在這一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黑黑的地方 它的這個前緣 你可以去破壞它 你就可以看到 你會讓它飛得非常不順利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講下一個 這也是甲蟲 對不對 那這隻甲蟲長得醜醜的 沒有人喜歡它 所以它在沙漠裡面 它可以活得很好 因為想要吃它的 小鳥不多 對不對 因為它遠遠的看起來就醜醜的 你看它有凸起來跟凹下去的 可是它凸起來的地方 它很容易吸水 各位我們在家裡 開廚師機開了一天 要消耗很多能源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能吸到一點點水而已 那為什麼要講這隻甲蟲 因為這隻甲蟲是在沙漠裡面生存 所以呢 它需要怎麼樣 它需要水分才能夠活對不對 那這甲蟲很特別 它這個凸起來的地方都非常的容易吸水 吸水就是很清水 你看你的眼睛 你在眨眼睛的時候 眼球上是有一層淚膜有沒有 那你的眼球其實在 長在你的身上都是很清水的 那這件事情跟這裡一樣 但是它凹下去的地方是很疏水的 很疏水是跟水的結合是很不好的 很不好的就是水在上面很容易滾動 那我們等一下會讓你過一個時間 讓你感受什麼叫很疏水 所以呢 這隻甲蟲都在清晨的時候 沙漠裡面的那個什麼 濕度稍微高一點的時候 迎著風 背面迎著風 然後回去吸一點水 然後會滑下來 所以它每天身上都有點倒力 都歪歪的 要把水引到它的嘴巴去喝 可是這隻甲蟲很厲害 它在沙漠裡面可以擠水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跟它學習 我們就可以做到很低耗的除濕機 來 我們剛剛講蓮護 還有一個東西沒講到 我們怎麼做實驗 如果你抓到一隻小甲蟲 你怎麼做實驗 你可不可以釣一個滑輪在這邊 用一個滑碼 然後這隻 這隻甲蟲 它站在這邊對不對 你知道看多大的重量 可以讓它掉下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這樣子做 就是虐待 虐待甲蟲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心理不舒服 因為蟲其實非常的多 那個量非常的大 生物還有一個 有沒有吃過魚卵 以前 以前我們要 我練國小的時候 Nintendo要考數學 今天不可以吃魚卵 因為魚卵太多 你知道你吃了幾顆 所以我媽媽說 可以吃魚嗎 為什麼 因為它會數不清 所以明天宿學會考數好 但是這開玩笑 但是你去想 魚為什麼要生這麼多卵 它有好多都被別人吃掉 對不對 被別的大魚吃掉了 但是生物有一個 它要生存 所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乙量取勝 我們現在講到第一個概念 其實第一個叫 整個目標就是要生存 然後現在看到的是乙量取勝 你在壁虎的腳上就是看到好多隻嘛 對不對 一千萬隻 你記得 所以它還是乙量取勝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生物叫蝴蝶 蝴蝶 剛剛我講過蝴蝶的翅膀的顏色 其實不是染料上去的 各位有機會的話 你們家裡頭有光碟對不對 光碟拿起來稍微折個角度看看 是不是還是有一些彩色的顏色 好 那光碟的原理大家很常聽過 裡面有一些大點小點 對不對 大的凹凍 小的凹凍 一些周期性的結構 所以光碟 可是光碟的顏色是不是有點單調 好 那你想想看 蝴蝶的靈粉 你把它拿下來之後 再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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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不太清楚 但是這一張會比較清楚 我們把它晃得最大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方向 有沒有 然後這個方向都有一些周期性的 就是重複出現的結構有沒有 然後在不同的方向也有 知道嗎 所以蝴蝶會那麼漂亮 它的秘密在這邊 這是有一些光學的原理 那個原理叫光子晶體 但是我們不要講那麼難 可是像日本 他們有一家公司就希望說 我要把女生的絲襪 要做得像蝴蝶那麼漂亮 所以他們就跟這邊去學習 但是他們好像弄了17層 都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說還是天然的最好 但是這邊代表說 我們是有機會去學習的 我們現在很多光波島 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東西來做 那另外一個叫蛋白石 大家在澳洲可能有機會去買到這個東西 它是一些非常小的一些細球 煮起來的 所以你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可以把這些細球全部都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以有這麼漂亮的圖案出來 那反過來各位看過有一些鵝 它的一些觸角 比如說我們當兵的時候 就回去問爸爸 當兵的時候怎麼樣 當兵的時候拿那個槍 然後要去野外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還用打火機 你把那個牆烤黑 有沒有 反而我們那個射擊的那個 準星那個地方要烤黑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躲在草叢裡有緩光的話 第一人就發現你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花很特別 我們花都要長得很鮮艷 要遭風引蝶對不對 因為蝴蝶來了 蜜蜂來了 會幫我怎麼樣 授粉 可是還是有很多生物它不想遭風引蝶 因為它要怎麼樣 它要生存 它不能讓人家發現它 所以像鵝的觸角 它就反而是不會那麼漂亮 跟剛剛蝴蝶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很特別 這個叫攜老同學 這個是人家結婚的時候 會送 像日本人他們結婚的時候 常會送給年輕的新人 就是有一支 這個叫Spom 這個叫海綿 Spom 它是在深海裡面 在長蚊之下長出來的 但是我們常常是不是 我們現在在用網路 常常說是光鮮 有沒有 那光鮮它本身是什麼 它是替大家擔心出來的 在高溫之下去生產出來的 可是這個深海裡面的這個 這個棒子它本身就跟光鮮一樣 而且它比光鮮棒的 是光鮮輕輕一折就怎麼樣 很脆它會斷掉 可是這個裡面有一個濕蛋白 所以它可以折的角度可以非常的大 然後它比較漂亮的就是說 結婚的人為什麼送它一支這個 裡面還關著一對蝦子 就是說那個小蝦子 小時候不小心游進去了對不對 那長大就出不來 就是說這一對新人家永遠的在一起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來 這是誰 企鵝 企鵝 企鵝是不是看起來很肥對不對 其實它 你如果把牠的毛都移掉 它不是那麼的肥 知道嗎 你看南極 南極大概現在可能更高溫了 以前大概是互50度對不對 以前是互50度 然後企鵝的體溫是40度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都用保溫杯 我們家裡的保溫杯 早上起床嘛 他幫你用保溫杯裝個熱水好了 可是到下午的時候熱不熱 已經不熱了對不對 可是企鵝好厲害 企鵝要維持裡面是40度 然後在南極外面的環境是互50度 這是它最厲害的地方 所以企鵝的毛 它有隔絕熱的功能對不對 那我們去找 我們家裡如果有一個顯微鏡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 現在可能常看到的 大概在用放大鏡看就可以 就是說 你一定找得到雞或者鴨的毛對不對 那你看雞的毛跟鴨的毛有什麼不同 鴨毛會防水 雞毛不會對不對 然後你去把毛 在顯微鏡下面看一下 如果有勾勾的 這個就是防水的 是可以防水的 所以回家 可以甚至鴿子的毛都可以找來一下 對不對 你先試試看它防不防水 然後你找個放大鏡或顯微鏡看一下 可是企鵝的毛更特別 各位企鵝會不會跑到水裡面去抓魚吃 對 所以企鵝 它外面那一層其實是防水的 但是裡面有熔毛 這一層熔毛讓它怎麼樣 是在隔絕著 知道嗎 所以最外面那一層是防水的 所以企鵝很神奇對不對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其實這個毛層有1、20公分的厚 知道嗎 非常的厚 欸 你看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中央大廳應該有 對 松果 你看我在這裡講這麼久 我都流汗了 怎麼辦 如果我的衣服有鱗片會自己打開 會變通風一點就是變得很好 這個東西會怎麼樣 這個東西是 會打開 鎖起來 什麼時候會打開 它 乾乾的時候會打開 它如果像下雨 濕濕的時候又會合起來 所以它就這個動作呢 讓它的種子掉下來 知道嗎 那 我現在是反過來對不對 我希望反過來是因為 我如果濕濕的話 我希望它打開 對不對 那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在大概2000 2000幾年 就是日本不是辦了愛茲博覽會嗎 有沒有 那愛茲博覽會它的主題就是自然的智慧 然後英國他們去展出 那巴士大學就展出一個叫聰明衣 那聰明衣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 它其實就是說 你如果有濕度的時候 你就會讓那個 它有做的鱗片會打開 那我剛好有一年 我到那個學校到那個戲去 我就看到那個本尊 你知道嗎 我到機械系去 然後做這個研究的教授是生物學的博士 他是學生物的在機械系 然後呢 他來跟他練的那個學生做這個是誰 是一個裁縫 所以我們這裡很難 台灣很難 比如說我要練物理研究所 我如果背景 我是中文系的不會練物理研究所 現在可以 那很棒 對不對 然後像我們在成功大學好了 我們這整個戲 比如說我在機械系 我要聘一個學物理的可能很難 知道嗎 但是他們聘 他們在裡面聘的是學生物的 而且英國是這樣 像台灣是你只要有能力 聖教授都可能整個戲都是教授 可是英國不一樣 英國的教授的故事 有的人一輩子都當講師 可是講師都有博士學位 所以你不要想說那講師他的能力 是很差 他其實都很厲害的 因為上面那個教授一直在那裡 他永遠沒機會 所以我從當那個教授 我就開玩笑說 我開玩笑說很多人想把你幹掉 原來用這個名字不太好 就是說其實是 他是生物的博士 他下面好多機械人 他在機械系好多機械的博士 機械的老師在下面 但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有能力 他說我不懂力學也不懂數學 機械系最重要就是要學力學學數學 可是他說我不懂力學不懂數學 可是我有能力跟大自然偷他的智慧 來給機械系的人去實現很多想法 所以這個你知道 我們現在常常講說 像我最近學生交報告 學生交了報告來 就把他Google一下 發現都直接從網路抓了 然後我就給他們一個警告 我說期末報告給你修改 如果再有就全班當掉 就給他一個警告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不對 可是大家現在寫報告都很 網路都很方便 可是你看 他剛剛講的他跟大自然去剽竊 去偷取他的智慧來 這個是合法的 知道嗎 我們去跟自然去學習 然後這就是另外一個 萬博 應該也是類似博覽會 這是最早的1851 應該是1851年 對 這在倫敦在海德公園附近 有一個叫水晶宮 那水晶宮呢 各位有沒有去過白河 有沒有在那個王連 就大王連上面站上去 有沒有 敢不敢站 我都不敢 待我兒子去我就叫我兒子站上去 那你想想看 當初 要去蓋這個 像各位可能有看過 上海市博物上很多展場 對不對 那其實那時候他們就一個展 這個展場 他們在設計的時候 就有很多建築師 對不對 很多結構技師要去怎麼樣 競標 誰的設計可以獲得這個獎賞 結果誰獲得 誰去說服委員 知道嗎 賣花的 那可能是賣花 它是一個原意 就是他們就說他們在賣花的 然後他跟大家講說 你看這個王連 這個剖開 它的結構是可以的 而且他可以非常大的空間可以做展示 那些委員接收他的說法 所以他擊敗了非常多的土木 很多力學的高手都被他擊敗了 所以這個水晶宮 它其實是 所以到白河期的時候 你有機會可以去站一下 它是不會成效 它可以承受你的重量 不過那水晶宮已經都倒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也是在另外一次的萬國博覽 世界博覽會裡面去見出來的 這個大家知道 巴黎鐵塔對不對 巴黎鐵塔跟我們身上的某個部位取來了 知道嗎 骨頭 骨頭 對 對不對 跟骨頭 為什麼 你看巴黎鐵塔中間是空的 因為如果他整個做成石心的話 他會被自己的重量壓垮 知道嗎 所以他就跟我們的骨頭一樣 所以我們的骨頭是很神奇的 我們最神奇的還是還有我們的牙齒 有沒有 各位都現在要去植牙 小朋友都不會植牙對不對 所以要顧好牙齒 現在植一顆牙齒要好多錢 八萬、十萬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你的牙齒外面是髮膀質 髮膀質是很脆的 很硬、很脆 那裡面有象牙齒 象牙齒有一點韌性 但是也是很硬 所以說他這種組合 我們現在人造的假牙都沒這種能力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有機會有帶假牙的話 你看到假牙裡面有的是用金屬 外面再燒一層陶瓷 有沒有 那現在最流行的就是用什麼 你們去日本是不是買過那種陶瓷刀 有沒有 現在用這種材料來做假牙 現在很流行這樣 這是艾輝爾鐵塔 然後這是誰 山牙 山牙我們常常在電影 在一些影片的場景看到 山牙都站在那個什麼 懸崖峭壁上對不對 都不會 風在什麼吹都不會掉下去 你知道嗎 各位有沒有人去攀岩 有沒有攀過岩 有沒有 今天回去如果有機會去那個什麼 體液用品色看那個攀岩的鞋子 擋整亮 我們現在穿的鞋子 鞋底都有勾勾對不對 說可以黃滑、紫滑對不對 可是你去看到那個攀岩的鞋子 就是整個平平的都沒有勾勾 是跟山羊的體學的相不相信 那個摩擦力非常大 所以不相信沒關係 去那個今天找一下體液用品色 去看一下他攀岩的鞋子長怎樣 所以其實呢 這裡可以做非常高摩擦力的東西 然後這隻大蜥蜴很特別 就是你往牠身上倒水 牠就整個都會把水吸掉 所以牠就把牠倒到不同的地方去 但是這隻吸引給你的訊息就是說 我如果可以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對不對 那種很稀罕的衣服 有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那個樹葉 樹葉的葉的下面 內面的話是那個呼氣孔有沒有 所以這個呼氣孔如果我們的內衣 如果可以像這樣子透氣的話 就可以學習 那這個剛剛講的像魔鬼沾 這是可能的產品對不對 然後我們家養的生物 生物牠自己會去找牠需要 像狗狗牠如果生病的話 牠出去會去找牠認為需要的植物去吃 有沒有 所以生物牠自己會去找牠需要的 所以說天然的最好 我們現在很有感受對不對 那個樹葉季事件讓我們就比較有感受一點 所以我們講到這邊來看一下 你現在看到的右邊那個那個是什麼東西 右邊喔 右邊就是我們騎機車開車的時候裡面的引擎 那這個引擎 這個洞來洞去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活塞 所以這個是我們人造的 人造的都是冰冰冷冷的 知道嗎 其實活塞裡面很熱啦 可是人造的東西 你看我都會用幾乎是同一個材料來做對不對 可是左邊那個心臟 心臟有很多不同的材料有血管對不對 然後這邊都是軟軟的 所以注意人造的都是冰冰的 你看我們這裡看天花板好了 天花板是不是都是90度 有沒有90度的東西是最 尖尖的東西都是最危險的 各位在吃吃飯的時候有拿過那種雙生塊有沒有 那筷子這樣一拉是不是會從中間斷掉 它為什麼不從別的地方斷 因為中間那裡最尖 知道嗎 所以中間那裡 但是你看樹枝 你看我的手這裡一定是一個圓斧 如果這裡是尖尖的 這樣一拉這裡就裂開了 就跟筷子一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天然的東西 這個很重要 來這是什麼 刺蝟 刺蝟對不對 等一下回家如果你有吸管的時候 你如果有吸管的時候 你哪一次吸管 常常的那種吸管 你往桌面用力一戳下去 吸管會怎麼樣 會像這樣彎掉對不對 會彎掉 吸管會彎掉 可是你看刺蝟 刺蝟在裡面爬到樹上 它捲起來 它整個滾下來 刺蝟跟蠔豬不太一樣 蠔豬的毛會掉 刺蝟的不會 那刺蝟 大家覺得它很神奇對不對 它可以保護什麼 其實把它的毛剖開是長這樣子 一截像竹子一樣有截對不對 然後裡面你有這些熱 所以它可以去有彈性 知道嗎 它可以很有彈性的去滾開 然後這個剛剛講的 這是黃蜂 黃蜂可能會到水果 或者一些生物上面去產卵對不對 然後產卵的時候它會去切割 所以它去切割 要被切割 所以這中間有一個東西叫彈力蛋白 這個也是很重要 這個都是 所以我們平常在鑽的話 我們是用我們那個鑽頭是旋轉的方式 但生物它大部分是用切割的方式 這是誰的爪子 貓跟蝟 馬上就猜到了對不對 因為這上面就寫 好 那貓的爪子可以做什麼用 抓著 這對夫妻是俄國的科學家到英國去工作 他們住西伯利亞 然後這個太太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們每次看到貓在比較光滑的地面上走路的時候 爪子都會跑出來 然後他們在西伯利亞常常碰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結冰對不對 早上起床的時候 車子要開出去就要上鐵鍊 或者是他要去處理 然後回來的時候冰又熔了 又要把這個東西拿掉 所以他們就說他們設計了 因為跟貓學習設計了這個專利 我剛好一起跟他們相處了三個月 這剛剛講的啄木鳥對不對 其實啄木鳥 牠這個 牠這個舌頭接著這個繞兩圈的這個舌骨 這個其實是可以保護牠的頭 然後啄木鳥 我剛剛講的 你知道嗎 那個學生 那個去傳教授的那個學生 沒被教授趕走的那個學生 在YouTube找到之後 其實他設計了這個東西 然後這張圖就去申請專利 後來賣了很多錢 所以那個教授很得意跟我說 我本來要把這個學生趕走的 結果都沒有花半毛錢 這個學生讓他賺了很多錢 知道嗎 他只有申請專利的錢 那其他的都他賺到錢的 然後來 今天晚上吃飯要做個實驗 叫什麼 蘋果 今天晚上吃飯要做這個實驗 蘋果從哪邊咬會聲音比較大聲 C 這個是我那時候要回來的時候 他們請我吃飯 然後我被捉弄了一下 後來我們就在那邊當場在切蘋果 來做實驗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切一下 你如果從這個方向咬 聲音都比較大聲 但是汁比較少 然後你如果從這個方向咬的時候 汁比較多 聲音沒那麼大聲 這回去可以做一下實驗了 好不好 那其實我講水果的意思是 你看我們都有寶特瓶 可是寶特瓶幹什麼 裝水對不對 裝了水之後喝完水就變成一個垃圾在那邊 可是水果它本身就 八、九十percent以上都是水分 有沒有 它就一個非常好的容器 對不對 就一個很棒的容器 所以 好像快講完了 對不對 這個可以看 大家如果在家裡上網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科科科科學發展 你看這是國科會出的一個出版品 然後這些都是免費的 你在網路上就可以下載到PDF檔 都是彩色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些你只要打壁魯兩個字 就可以找到這幾篇文章 那好 這邊還有幾本書可以看一下 就比如說有一個叫貓仔米彈弓 彈弓是人造的 貓掌是天然的 對不對 就我剛剛對應的那個部分 那這裡是學蜘蛛人趴趴走 就是遠流出的 那也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本書 這本書的英文名字叫做壁虎腳 可是遠流 要把遠流就 它希望可以熱賣那時候剛好有蜘蛛人 所以他們就說學蜘蛛人趴趴走 那另外一個是人類的出入 這一本 這三本都在講仿生科技 都講得非常棒 我建議大家可以看 那這一本比較難找到 如果你想看的話又找不到 可以跟我聯絡 那這個教授是英國第一名的教授 他們叫Professor in Biomimetic 就是仿生學教授 那這一個也是做仿生的一個大師 他剛好來中興大學 那我在這個的後面 我想還有一個東西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再來我們要開始做一點點實驗 好不好 我再來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蓮花效應 那什麼是蓮花效應 有沒有聽過 應該有聽過奈米 有沒有聽過奈米 有 那大家 奈米是一個長度單位 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單位 那你想想看 其實剛剛蜘蛛的那個壁虎的腳 壁虎的腳就接近 那個最細的部分就可以接近奈米 就接近是奈米的等級 然後我們剛剛一直講清水疏水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先不要管 因為我這裡是寫水銀 因為我們如果是一個玻璃 玻璃上面你把水滴上去 會長這樣 水銀大概會長這樣子對不對 水銀幾乎是整顆在上面 好 那如果說這兩滴都是水好了 都不要管 如果說它長的比較 這個角度會比較大的話 它整顆會在上面 不容易附著在上面的時候 這個叫疏水 這是我跟你比較疏遠的意思 這個叫疏水 然後這一杯叫清水 如果緊緊的貼在上面 就像你的什麼 你的眼球對不對 那個淚衣會緊緊的貼在上面 那個叫清水很親近 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說蓮花出淤泥而不染對不對 那其實不是蓮花 是蓮葉上面我們如果看到水滴的話 那個水滴可以怎麼樣 水滴會整個站在上面 水滴會整個站在上面對不對 那水滴整個站在上面 德國的一個科學家 他其實這件事情已經很久了對不對 然後德國的科學家就想到說 哎呀我來看看 他只是用電子顯微鏡來仔細看一下 蓮葉的表面 然後蓮葉的表面他看了之後 他就發現 他的表面這都不是蓮葉的 蓮葉的表面其實是有微米級的結構 跟奈米級的結構 有多層次的結構 不是只有微米也不是只有奈米 是多層的 所以呢 他就發現說 我們能不能去設計製造一種油漆 對不對 這個油漆如果漆在我們的外牆 那個占公溪不容易附著 然後呢 即使附著了下雨你就自動幫我把它清乾淨 我這個荒子看起來永遠都很新 對不對 所以就開始去想說 哎 像這個的話 最上面這張土 左邊最上面這張土就叫清水 因為他比較 你把水 所以等一下會請你做個實驗 看看什麼是清水 然後我要希望說 你馬上把它變成書水看看 說不定你可以自己變個魔術 就可以馬上變成書水 那你就很厲害了對不對 那什麼是 為什麼那個水 水地會站在上面 各位他現在做的是一個什麼 這是針啊 釘床對不對 可是他坐上去 坐上去有沒有刺穿屁股 為什麼 因為好多根被他做的對不對 所以平均的 平均都分散掉了 所以說他可以很大膽的坐上去 你覺得他很神奇 如果只做一根 那就很可怕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其實是這一顆水滴 是被好多個凸起來的東西撐著的 中間是有空氣 所以他可以很容易滾來滾去 各位有沒有看過水嶺 水嶺 水嶺有 水嶺有很神秘的地方 水嶺 水嶺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我們學機械的 在念書的時候 有一個題目 那個題目就是說 因為水嶺是靠表面張力 站在上面的 那就有一個題目就是說 水嶺什麼時候要減肥 因為水嶺的腳會接觸水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算表面張力 那就知道這是水嶺什麼時候 他如果太重是會沉下去 可是其實我們看到 大概幾年前2007左右 看到一篇文章 那個一個數學家寫著 他去觀測水嶺的活動 然後他去用顯微鏡去看水嶺的腳 發現有沒有吃過密麻花 有沒有 那個密麻花那個捲起來 所以水嶺的腳其實 你想想看 如果說我把這個東西 丟到水裡面會浮著對不對 可是我去推它是不是有阻力 不好推 可是你看水嶺在水嶺上活動怎麼樣 很自在對不對 為什麼 其實就是說水嶺的腳 不是像這樣很光滑的 它是很粗糙的 它是這樣捲起來 所以它下去的時候 中間有一層氣體 就跟這個一樣 這中間的都有氣體把它撐起來 所以它不會去潤絲那個表面 所以水不容易潤絲的話 那個地方細菌其實就不容易滋生 所以連液其實是非常迷人的 你可以看這張圖 左邊這張圖是跟你講說 那些三角形、連形、四方形的 就是髒東西 所以我這一滴往下移的時候 你看就會把它往下衝一點點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右邊這邊是一個連液效應的表面 我這樣 我這張圖是跟我的表面的連覆能力是很差的 所以水嶺帶過去的時候整個把它帶走 那今天大家回家可以做一個實驗 做什麼實驗就是 因為我等一下會做這個 那今天你去想一下譬如說家裡都有冷氣對不對 冷氣大概要定時去清濾網 那清濾網的時候有沒有人抽菸 都沒有 很棒 因為你知道嗎 你去清濾網的時候回家做一個實驗 你拿個棍子這樣敲一敲 或者你吹一下好了 會被吹走的是大顆的灰塵還是小顆的灰塵? 大顆的會被吹走 然後它的小顆的都緊緊的黏著 所以你再怎麼打一檔 我發現它還是髒髒的 那個最小顆的越細的連的越緊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去買什麼奈米的化妝品 知道嗎? 他如果可以講奈米 它可能會比較貴一點對不對? 但是我們有一個 國家有一個認證單位 就是它會花奈米標章 如果它是真的有被認證過 花奈米標章你再去使用 不然你千萬不要去買 你先想看你打針的時候很痛對不對? 針灸的時候會不會痛? 然後這些讓你栗子 跑進去裡面的這個機制 這很可怕對不對? 你想想看 那些會連在那個綠網上面 連得很緊的那些小的栗子 那都非常的小 所以你進去你這裡面 它整個讀物的反應都不清楚 所以說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研究課題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給大家練習去考一下這個底下面 為什麼要考一下? 考一下這個作用 其實你們那個冷氣機的濾網吸到的是什麼? 有大的跟小的全部都有 所以連月效應其實它是這樣子 它是整個表面有微米級 我在講微米等小朋友聽不懂 就是大概10的負6次嗎? 比耐大1000倍 所以說有大的還有這個大的上面還有小的 所以是有多層次的結構 剛剛第一件事情講 魚卵是不是有乙量取勝 壁虎的矛是乙量取勝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剛剛在蝴蝶身上看的是 有一層一層的多層次的結構 有沒有? 不同方向有不同的周期性的結構 所以這裡也是一樣 所以等一下你做一下會比較有感覺 所以現在可能要請同學 請不是同學 請大家再試一下好不好? 所以這邊有一些例子 就是說它這個是用連列效應去做出來的湯匙 那實際上它拿來蜂蜜是不是很黏 可是它把蜂蜜倒上去很輕易的 把整個蜂蜜都倒掉都不會黏在上面 所以這邊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的例子 那我現在就是說希望大家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我講過的一些外牆 它可以把它怎麼樣做到很乾淨 所以現在大家可能 我們請那個幫忙一下 每個人帶個什麼東西? 可能需要一些水 我先做一次給大家看好不好? 就是說比較安全一點 你先拿一個杯子裝一點水 這樣在烤的時候你才不會受傷 杯子也不會燒起來 所以等一下在使用上要很小心 我可以在這裡烤一下 我目標是要把那個什麼? 杯底烤黑 那這個烤黑 這個黑黑的就是煙 它本身就會燒出一堆微米籍跟奈米籍的結構 黑的 那我們就這樣就夠了 好 好 你可以 那大家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滴一滴水 在這個背面好不好? 你看看它清水還是輸水 等一下大家可以滴一下 好不好? 你先滴一腳滴水吸看看 然後呢 你做完的這個部分 我先不要做 你自己感覺一下好不好? 你再滴一滴水看看 這兩次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你就可以 你發現說你可以很輕易的 把它從清水變成輸水 好不好? 現在大家可以做一下看看 然後螢幕前進 你也會怎麼打出去 還要這樣 你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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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各位 剛剛有人做的實驗 把黑黑的都擦掉 就會回復原狀對不對 而且 你 你其實如果觀察它久一點 就黑黑的就不弄掉 你放久一點它也是不會這樣子 它就會慢慢變成 清水 所以這個不是長效型的 這個只是短效的 就讓大家試一下 我產生了一堆微米極跟奈米極的例子 讓它可以站在上面 現在小朋友都不用寫書法對不對 以前最早的人在寫書法的末就是從這裡來的 是不是 之前 入竹高中 入竹高中的學生就做科長 他們 他們一個老師到我們實驗室去 我們把這個東西希望他們去擴散 然後那個老師回去是要做教材 所以他在開設的過程去引出一點點的小火花 所以同學就後來就用這個去做科長 後來也合了教 所以你的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例子 你就比較仔細的去觀察它 這個只是一個感覺 像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 比如說你在吃 現在好像很多人家都不能亂吃了對不對 喝那個珍珠奶茶 吸管很大汁有沒有 跟很小汁的吸管哪一種比較好吸 然後你就去想一件事情 那個蝴蝶 蝴蝶怎麼吸花蜜的 你說蝴蝶的時候 蝴蝶它去吸花蜜 它有很細的吸管對不對 好 那它會不會被花蜜塞住了 就塞住了它吸不到花蜜了會不會 這些問題就可以想一下 所以當我把表面這邊 背得很疏水的時候 阻力就會很小 阻力就可以很小 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做時間 但是用火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好 現在你已經有能力把 一個紙杯從清水變成疏水對不對 你可以 可是真正這個不是長效型的 所以它 你這個只是 我們現在只是做個時間讓你去感受一下 所以真正會 你看你去那個眼鏡行 它有時候會給你說不同意起霧的那個液體 這樣噴一下 插一下對不對 它還是轉效的 好 那我們再來 我這邊剛好拿個顯微鏡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對 那這個顯微鏡其實是 它剛好可以 可以把一些訊號傳遞到我電腦的螢幕上 可以切到螢幕 這個是我們剛講的魔鬼氈對不對 所以魔鬼氈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當初我們剛講 那狗狗被鬼爭吵的那個種子 跑上去之後 其實它只是在顯微鏡下去看 你看這就是這個東西對不對 你可以看得到 好 等一下這個會傳下去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看要給大家看什麼 看你的頭髮也好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纖維 比如說這個是一塊錢 你再看一下 那這個只有50倍 所以大家可以傳閱一下 它這個距離夠遠的話 你可以看手機 像Apple有沒有 Apple它現在 我們的iPhone它不是希望說 整支可以全黑或全白對不對 那它們在做頻管 這個是很低級的顯微鏡 它只有50倍 只有50倍而已 所以我們剛看的 我們要了解生物的秘密 我們需要很高級的 可能到1萬倍 5000倍到1萬倍的電子顯微鏡 可是你不要一直迷信 我要用很高貴的武器 才可以做事情 你知道嗎 像我們在成功大學 我們的奈米中心有5億的設備 所以我們要做好的研究很簡單 因為我隨便弄個2300萬的設備 我去切一切 然後國際期刊很容易就花表了 可是其實也有人做什麼 像我剛看外面有李嘉偉老師 他做蜜蜂的研究 你知道嗎 有人做蜜蜂的研究 只花一塊美金做什麼事情 因為知道蜜蜂怎麼回家 蜜蜂身上有奈米的磁性粒子 那其實他是花一塊美金去做什麼事情 買一塊電磁鐵去干擾蜜蜂的飛行 知道嗎 所以你要做好的科學研究要巧 不是要花 不見得要花大錢 花大錢不見得有用 那像剛剛壁虎的講的部分 在做壁虎的脫離這件事情 其實是用很高貴的奈米的 有一個很高貴的顯微鏡 叫做原子力顯微鏡 一台大概200萬左右 一兩百萬 然後在做這個的時候 做研究的學者就發現一件事情 發現什麼事情 他只能上下做連蜂這個動作 就看看那錨連不黏 然後他切下來他不知道切了幾根錨 所以那個研究就很好玩 他測試的是幾次 因為這樣壓下在上面 有時候是一根錨貼著 答案是三根錨 但是有時候是兩根 有時候是三根 大家可以傳一傳分享一下 給大家猜看看它是什麼東西 衣服的纖維也看得到 大概就緊緊的貼著衣服 就可以看清楚 應該可以看到纖維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可是那個可能要給他轉 他可能要轉到這 小朋友衣服借我 看不到 應該是可以 要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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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靠無限傳出 好噁心喔 所以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傳一下 然後他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壁伍的老的黏幕 他黏的時候其實黏得不緊 而且他在怎麼算 跟理論算出來的差 都差很多 那後來發現 去觀察壁伍的時候 去觀察壁伍的時候 要久一點 好 有沒有看到頭髮 他剛按一下下面出現的是被拍下來 所以就存在我的電腦上面 那 他這個動作 後來他們發現壁伍是這樣子 壁伍在爬的時候 是這樣 這樣子下來 滑一下 這樣會黏得很緊 可是我們自己買來的這個設備只能上下上下 所以那些學生為了要畢業怎麼樣 就要跟這個原廠 要那個佳華的城市要來趕 要自己來趕 所以其實我們要有能力去設計機器是很重要的 所以好的科學研究是要有能力自己去設計機器 不是買商用的這些機器來做 OK嗎?那個部分OK嗎? 那我就先跳開好不好 所以那次要拿來還我 那我後面 我其實在秀底章圖 對 哈利波特是剛剛要大家 那個叫哈利波特的魔法掃牌 就是一開始給大家玩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秀幾張圖 一、兩張給大家看一下 對,各位看一下這是一隻蝗蟲 有沒有 那其實這一隻蝗蟲我們可以學它多少東西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觸角是可以做感應的對不對 然後它身體蝗蟲會飛行 所以它可以剪阻 然後它的眼睛其實有複眼這一部分有光學對不對 然後它的呼吸 它的氣孔的呼吸 還有它的咀嚼 對不對 然後它這次把它可以去做一些什麼 溫度的調控 對不對 還有它身體的一些部分是可以做摩擦 抗摩擦 對不對 還有它可以發生 有沒有 你看蟋蟲 然後它的足部可以去附著 還有它的顏色幾丁 對不對 類似這一種 你看到 你看我們看到這一隻蝗蟲 我們可能就是把它抓了 或者看到它很怕它就跑了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它之後呢 你想想看 你看我們現在的汽車對不對 有很多是不是也可以跟它去列比 有沒有 我們希望說 我可以做到一些光學上的要求 像我們現在倒車根本不用頭往後看了對不對 好 你有CCD的方法 所以 我車子的流線型的外型 各位 剛剛那個流線型的外型 除了流線型之外呢 我還有大學有一個教授他做什麼 他就是把連夜效應 做在小的飛行器的翅膀 是機翼上面 他把機翼上面做成像連夜效應這樣 他可以飛行的時候可以撿阻 那我剛剛講的是吸管對不對 如果吸管裡面做得像這樣子的時候 那吸管就阻力很小 對不對 那吸東西就很好吸 所以你要去想 欸 蝴蝶的吸管有沒有這個秘密存在 對不對 沒有人去看它 說不定你去看就有很好的成果 對不對 那 舉個例子 我們 我們大概四年前有做了一個小東西 可是後來失敗 又在那裡 就是 打水漂了 有沒有通過打水漂了 我們都玩過對不對 然後我們做了一台小機器 那因為我們那邊叫奈米中心 我們就去刻了一些很奇怪的刻物 但是我們那台機器設的不太好 我們是希望說有一個固定的機器 然後怎麼樣 我表面把連夜效應做上去 我們可以去打 希望說這個打水漂可以打很多下 可是我們那個機器穩定度不高 或者我們就把它丟在旁邊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 跟表面有關係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這邊有點力學成就不太 我就把這邊跳開 這個是一些生物的表面 你可以從不同生物的表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情形 所以你看到樹葉 前一陣子我看彰化裡中 有個同學去找我們幫忙 他一開始跟我說糯米糰 有沒有聽過糯米糰 那是一種樹葉 然後他會連在你的這個表面上 然後他們說他想做科長 那我們就用SEM幫他拍了一下 可是他後來怎麼做測試 那後來就想說很簡單的測試 你怎麼知道一隻螞蟻可以連得多緊 螞蟻不能像剛剛那隻甲蟲 一樣弄個蜜鈉連著對不對 後來我們就用那個疑心機有沒有 知道嗎 那個實驗有離心機 他們做個斜坡 然後讓螞蟻站在上面 他上面裝個CCD跟著他 所以看螞蟻在轉速多高的時候飛出去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他掩護力是多大的 對不對 糯米糰也是這樣子 糯米糰就用同樣的道理 還有剛講連夜效應 大家做完這個東西 他混得很厲害對不對 那回去叫爸爸要送花給媽媽對不對 送玫瑰花送紅玫瑰 那這是前一陣子發現的一個新的效應 叫花瓣效應 也就是說我們常講連夜效應 就是它是很輸水的 它很容易滾來滾去 可是你可以把一滴水滴到那個紅玫瑰的花瓣上 它還是圓滾滾的一滴 可是它連得很緊它不會滾來滾去 這很特別對不對 我們本來想說它既然是這樣子圓滾滾的 應該是會滾來滾去的 可是它其實緊緊的連著 那這個其實跟表面的一些尺度有關 那這邊都還沒有很純熟的說話 所以都還是最近很新的研究 最後看一些漫畫好不好 這個漫畫是給大家一些概念 因為我們今天講了一些奈米 回憶一下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今天其實做了一個你要做倒立這個動作對不對 那這個動作你要想辦法去讓它可以立起來 所以你回家可以做很多實驗 那還有我們剛剛給大家去做這個清水輸水 還有你去做三輔折 三輔折我們剛剛是最簡單的 如果你在網路上可以去打三輔折 它有更多更複雜的 你可以挑戰自己一下 那我們這邊來講一下就是說 我那個年紀 那國小的時候有無敵舔金剛 那無敵舔金剛它有很多功夫 有金剛揮拳對不對 還有金剛揮旋踢 可是它在踢的時候會怎麼樣 你想想看那個離心力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就有人專門在吐槽的 就去算說無敵舔金剛這樣子轉過來的時候 這個離心力跟它的重量比起來 它的腿應該要斷掉 因為會被自己的離心力撕裂開 所以這本漫畫其實在講這種東西 它在跟你講比如說我現在要寫科幻小說 我說把這個小朋友長官高晃大十倍可不可以 我們現在我們看葛列國遊記的時候 是不是有大仁國 可是我跑到大仁國去了 那結果呢 我記得我看那個星巴達西行 夭寶在電視上看的時候是怎麼樣 晃大十倍 可是你看起來就比例又差很多對不對 可是晃大十倍的時候 體重變成原來的一千倍 長成官成高是一千倍 可是支撐我重量的這個角是面積 是長成寬 就是只增加一百倍對不對 所以我承受壓力是變成原來的十倍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寫科幻小說的時候 你就要想直接的放大對不對 你要去想像大象 所以大象是怎麼樣 大象是everyday 有沒有 其實大象不是那麼的高 它的腿很粗 有沒有 所以呢 這邊其實也是在講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本書 它有文字的 可是我在看文字的時候被學生笑 那學生說老師太訓了 要看漫畫 有一個叫空想科學讀本 也有出了很多本 值得去看 因為它專門在吐槽 大家在科學學習的過程就是 不見得什麼都要相信 你看像巧蓮智說C盤 大家都相信了對不對 說秘魯的腳是C盤 可是結果上是錯的 所以剛剛又講到水嶺 水嶺 我們以前都教科書 我們劉婷一學的教科書第一章 就是用表面張力去算 可是後來發表的文章也說 這個是錯的 所以這些都是 你要常常去懷疑 對科學有充滿的懷疑 所以你看水嶺 如果把我縮小十倍的話 你就會發現 體重變成原來的千分之一 但是結面積變成原來的百分之一 也就是說我承受的壓力是原來的十分之一 我這個材料都太多了 對不對 太浪費了 所以你看水嶺是不是很纖細 有沒有 所以大的東西跟小的東西 感覺是不一樣 你如果想了解 剛剛我講的說 把一隻螞蟻從二樓這樣掉下來 不是你去跳啦 你要去感覺怎麼感覺 就是你可以拿一隻玻璃罐 對不對 然後你放一顆珠子 你就去感覺那個珠子掉下去 就是這樣子 有一年我們請給藍一中的同學玩 藍一中的同學就很搞怪 他回去做什麼 就不要用 他就把他媽媽的沙拉油 裝進那個管子 因為他覺得水是 只有水不過癮就是沙拉油 沙拉油過不過癮 好像不過癮 就水加沙拉油 水加沙拉油是變成分開了 因為中間沒有塑化劑 就分開了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這個下來的過程有 因為兩邊的黏度是不一樣 所以他們也是用這個東西去做科障 所以我們只跟他講說要感覺這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要常常有很多想像 要常常不要 課本上的東西是要看 可是常常要來看朱慶琦老師這邊 他這邊有很多保障 我剛剛走過去發現好多東西都可以學習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小朋友我今天看到我都很羨慕的眼光 看到我手上有一個氣球 所以我們今天所有材料都不要浪費 你手上這個氣球棒 待會我們會發這個氣球 還有這個下面這個座椅 然後呢 但是 要用一個東西來換 知道什麼 問卷 拜託拜託 就是各位的 好心一點 幫我們誠心誠意的寫一些建議給我們 然後呢 小朋友們就可以用你的問卷 來跟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換一個氣球 然後 最後 今天的這個活動 真的是 非常厲害的地方 是 你平常聽奈米科技 會覺得 噢好高科技有沒有 沒有想到自己拿一個 奈米達燒一燒 自己也可以燒出奈米的東西來 你會發現奈米其實沒有離你的生活那麼遠 對不對 那可以把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甚至深入潛出 講給我們聽的 大家就只有以外門教授 所以我們最後再一次熱烈掌聲 謝謝李教授 謝謝 然後 我們還有 我們 客家公司主任 藝主任這邊有一個 感謝張朗堯準備給我們的李教授 謝謝他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朋友 或許如果還有意見啊 還有一些想法啊 要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要跟李教授 討論的話 也歡迎 到台上來 好 然後氣球的話 請各位小朋友 這問卷寫完以後 到剛剛的報道處 然後 我們會有這個小助教在這邊 把這個氣球 然後也幫你打氣 如果你當場就要帶著氣球 那也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們今天來中央大學 應該發現中央大學的人跟車特別多 因為今天是我們學校的畢業年齡 所以我們也沾個光 去做這些畢業生 他說我們今天在場的工作人員是畢業生 所以拿一個氣球就有歡樂的氣氛 恭喜他們畢業 謝謝 今天是本學期最後一場 嘉義科學廣場的活動 下一次的話 就是下一個學期開學之後 才會跟大家見面 歡迎大家隨時留意我們的網站 然後注意我們的訊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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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